欢迎收看8月8号的财经Espresso 马上好 我是陈辉 中国出口传来好消息 让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亮眼 马股富时综合指数也在种植股回弹之下 上升了11.32点 报1616.02点 汇率方面 马币继续升值 报1美元对4.1830令吉 接着由企业Black & White的单元 大马中国银行向糖果公司追讨欠款 反而遭到批评说 泰国沉默也不合规则 齐星旗下的食品币榜 齐星食品工业 仅限而接到中国银行追讨1460万令吉的欠款和利息的传票 该公司强调早在7月收到付款通知书时 就已经积极洽商 重组贷款 没想到中国银行在上个星期四发出传票 而隔天双方会面时 更是对此三肩齐口 误导了该公司 有件事 律师相信该公司有良好的理质抗辩 也建议该公司向银行监管机构投诉中国银行的违规行为 亚航集团宣布在吉隆坡高等法庭 拨回该公司的申请后 他们将从5月开始向飞往东盟以外航点的乘客 征收73令吉的乘客服务费 也就是俗称的机场税 罗约亚航集团原本指向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乘客 收取50令吉的机场税 比吉隆坡国际机场低了23令吉 那现在由于案件还在上诉 而不得不征收相同的费用 因此会将额外的23令吉列为抗议中的Kick机场税 中美贸易战升级 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原地转向东南亚市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国政府把危机化为转机 通过吸引外资催化大马工业发展 而市场预测 美国将会超越中国成为大马主要投资来源国 那根据观察 美国公司明显增加在大马的投资 特别是在电器与电子领域 当然是在今年首三个月 美国在大马制造业的投资达到115亿令吉 比去年增加接近三倍 相反的 来自中国的投资只有44亿令吉 好的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